双台接地 屏东东港路面上都是水 平常用来推黑尾鱼的车 现在进成了交通船 高雄迄今连延四天 许多店家里面早就都是水 设备损坏 但这还不是台风灾情 只是大潮来袭 真正要留意台风直扑在东半部 担心船只会因为大浪而被带走 八斗子渔港渔民绷紧神经 渔船全回港做防台 并有渔民抱怨船只根本没地方停 但凡好渔民也陆续将船 停泊在渔港内壁台 就是生怕大浪会将船只冲走 一烂冲农也赶紧抢收冲 就怕风雨过后心血全炮汤 就连桃源龙潭大使的凯蒂猫 也先泄气暂停剑客 不过海魁台风路径难修 影响范围恐怕往南到滑东 如果高压的强度不减弱的话呢 那甚至不排除这台风 有可能会在更在往南偏的趋势 也就大概会在花莲到台东之间登陆 气象局预估强降雨周日开炸 北东及中南部山区有好雨 包括台湾红道发紫 周三前南东基中部山区也有好雨 甚至可能连下七天雨 而依照目前路径 海魁可能将是自四年前 白鹿台风以来收割中心登陆的台风 整个东半部地区 包括台东可能降雨都会非常明显 北部同样是迎风面 所以也是会有大雨或好雨发生的可能 滑东风险暴增 花莲港渔民也赶紧防台 赏金船全部取消 业者只能望洋心探 往绿岛航班同样停航 却还是有游客坚定出游 赶着上最后一班船 我都来了 去三天 海魁直球对决东台湾 网友纷纷敲碗 台风连放三天 但目前看来周日影响最大 东部北部地区民众 还是要严加做好防台工作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